刚才在里边没有来的 一送二位祝福 现在咱们补上吧 好啊 祝二位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这就是我们为您二位设计的 独一无二的相声婚礼 这个太好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方案 不 这怎么看着也不像个婚礼啊 这哪儿不像啊 我说像就像 莉莉 这结婚是多大一事啊 你说到时候亲戚朋友都给来 你 这把婚礼办成这样 人家不得笑话咱俩呀 怎么可能呢 这么独特的婚礼 人家羡慕还来不及呢 我没跟你说话 你说咱俩就接着一回婚 你得慎重一点啊 慎重什么呀 那你说怎么办 园子后边找一个大的LED 上面全是大草原 对啊 大草原 到时候我把我那大摩托起来 你坐到后边 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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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 多帅啊 帅什么帅啊 你呀 就是不想在相声园子里办 就想办什么户外婚礼 我不跟你商量商量吗 商量什么呀 你当初结婚之前怎么答应我的 说婚礼全按我说得来 结果呢 你看你现在 我算看明白了 男人的承诺根本靠不住 我不算了 这个婚我不结了 你爱怎么办 别 莉莉 没 莉 不 不 莉莉 莉莉 你跟我说一句 咱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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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 就因为形式没定好婚都不结了 嗯 你这 咱现在这年轻人啊 这让人猜不透 还有一事呢 之前咱收人那 两万块钱定金 还得退人家 啊 啊 也得退人家呀 怎么 你们不会把那钱给花了吧 我 我也交房租了 啊 不是 你们不是不结了吗 那也是莉莉说的气话 不算数了 我跟你说啊 我有一哥们 就在我们俩结婚的前一段时间 也要举行婚礼 可就在前几天 他未婚妻得重病啊 哎呀 就因为这事 我后来想了一宿 我觉得吧 这两个人怎么办婚礼不重要 关键是啊 得跟喜欢的人在一块 对 我俩想明白了 过去呢 就是我们两个都太自我了 忘了对方的存在 所以说啊 这次也商业好了 先在你们这儿把婚礼办了 然后呢 再骑着摩托车 和他一起去旅行结婚 那你们确定在我们这儿办婚礼呢 确定 不变了 不变了 那你们稍等 我得把我师哥追回来 不能让他找房东退房租了 好 好 哦 亲爱的来宾 女士们先生们 欢迎您来到严厉女士 杨壮壮先生的婚礼现场 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 有请二位新人登场 今天啊 我真的太开心了 真的特别感谢各位 能给我这么一个特别的婚礼彩牌 你太客气了 能见证你们的婚礼 也是我们的荣幸 对啊 对 没错 您觉得今天这个彩牌 您还满意吗 满意啊 太满意了 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婚礼 不过到婚礼当天 你们得帮上劲 对 得跟今儿一模一样啊 您放心 婚礼当天绝对比今天还热闹 好嘞 下一场 今天真是辛苦大家了 这个婚礼啊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了 没出什么岔头 圆圆满满 也算万春社送给你们的礼物了 刚才在里边没有来的 依送哈利的祝福 现在咱们补上吧 好啊 祝二位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行了 那个多余感谢的话 我们俩也不多说了 我们俩还得趁着天没黑啊 赶紧出发呢 你们真要骑摸摸的车去旅行去 对啊 我们要骑去欧洲 等我们从欧洲回来呀 我们还来你们万真社听向上 好好好 走 那咱赶紧出发吧 莉莉 我也想带着一次 右腿 好 好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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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么幸福的一对 不是 太让人羡慕了 以后我要结婚呀 我也得跟他们这么办 怎么样 把园子租出去 让他们办婚礼 是不是一件好事 只能说你这次选人选对了 哥 咱这回得庆祝庆祝吧 我庆祝不了 赶紧搭搭搭卫生吧 晚上的演出呢 这 你们多扫兴 快了 光顾着高兴 尾款还没结呢 有床庄 快追 床庄庄 照顾倒有尾的 照顾摆 跳顾 3 4 阁